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個Tungus Cooking Channel 我的名字叫做Nelson 今天為大家介紹這個煙燻三文魚 這個煙燻三文魚 我們用一個加拿大拍模來煙燻 過程來講我待會再告訴你們 而材料方面 我們有蜜糖 這個加珍粉 這個加珍粉在市場都有 一些辣粉、香草、蒜蓉、洋蔥 一起混合而成 另外配菜方面 我們會跟黑松露燻薯蓉 而薯蓉的製法 就是把薯仔煮軟 然後隔水 然後加一些奶 硬硬硬類 發爛它 然後再加一些小舊扣 胡椒粉 少許味 再加一些忌廉 最後 推少許牛油 而配菜方面 配菜方面 有露筍和串茄 現在我們開始製作煙燻三文魚 而這隻三文魚 我們是選用可持續性認可的優質三文魚 為海洋環保出一分力 而這隻三文魚 肉質來說 油脂平均 味味可口 以這隻柏木來說 在大型超級市場都可以買到 首先我們準備一個盤 鋪石紙 先放一塊木 而這個魚來說 我們放些鹽和胡椒去調味 然後我們用蜜糖和加蔥粉 我們將它兩樣拌勻 一塊匙羹 然後把它們拌勻 一塊匙羹 這樣要拌勻 這麼一塊匙羹 這樣一塊匙羹 這樣兩樣拌勻 這樣它會更平均 才使用魚身的味道 塗在魚面上 用刷子,刷得更均匀 三文魚是用有皮的三文魚 因為煙燻過程,皮可能會黏在木裏 所以配布不需要塗蜜糖和香草 將魚的底部放在底部 魚做之前最好放在適溫狀態 焗的時候就會更好 將木裏放在爐上 慢火燒香 燒香下面的木裏 如果有風爐的話 可以準備風爐至220度 為何要有風爐呢 因為風爐讓木裏吹了 一吹吹了香味 突然在裏面焗著三文魚 三文魚吸收到柏木的味道 現在這個時候 慢慢燒香的木裏 這個過程大約4至6分鐘 熱燒的過程會慢慢移動 讓它燒平均一點 或者家裡的爐太小或者太大 可以放燒烤網在頂上 更加穩妥 鱈魚攤在適溫有40分鐘 入爐的時間 8分鐘左右 就半生的狀態出來 這個時候 你們嗅到柏木的香味 而買了木裏回來的時候 就浸泡到2至4小時左右 讓木裏濕透燒出來 就更加香 看到這個時候 豆沫已經開始彎曲 微軟了 我們就可以放入焗爐了 現在放入焗爐了 大約8分鐘左右 就可以半生的狀態出來 這個三文魚 剛才拿出來 已經製作完成 這個就是煙燻柏木三文魚 糖田 糖田 多少 你 喔 稍緄 國家 你 我